可以 哪个班呐 上后那小半天了 听不见的 站 站在 多半天了 还有个小学下礼物的 走 留上去班呐 我再最后强调一次啊 还有一个月就要期末考试了 别把那时间都浪费在 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上 大家是时候 该考虑一下文理分科的事了 这可是人生的大事 回去以后 跟你们的父母好好商量商量 还有啊 你们现在分差太大 我跟各科老师也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你们分成几个学习小组 每个学习小组里面成绩好的同学 帮助一下成绩差的同学 我把这个小组的分配名单念一下 李薇 于田 廖晨玄一组 江晨 陆阳 王松松一组 林静晓 陈晓溪 老师 你 一组 老师 又干吗 那个 陈晓溪来 这 这 这 刘老师 你们班这个陈晓溪成天整事 上课半天了吧 自己一个人在校园里下留的 张主任 给你添麻烦了 就像这种学生啊 就是去熟识 对 对 张主任慢走啊 谁收拾你 我收拾谁 李薇 回头把这个名单贴教室后面墙上 张主任 小鞋 房小鞋 你还累什么呢 给你做做 你去吧你 对吧你 谁欺负你让咱们 性格小样告诉我 看出来行 多丢人啊 我要是她的话 我早就转去上了 皮倒挺好 走 打准去 你没事吧 去办公室老师说你什么 就那些话呗 也是 老师肯定就说一些什么 早恋对不起同学 对不起家长 对不起父母 这些之类的 这些老师的业余兴趣 是不是都是抱乱鸳鸯 你小心点 大老 没事吧 地坡 季节 喝奶 有事出事 跟您汇报一下 我想跟您交换一下 学习小组 不是跟江沉一组吗 又不是没人管你 江沉不行 讲低有问题 特别差 还没耐心 男友你好 是不 就你这智商 谁讲谁没耐心 我想去上厕所 你不过讲题没问题啊 你可以喝我的奶啊 滚蛋 陈小夕 留他去找你 你最近是不是惹事惹上瘾了 真打算高中毕业以后就回老家呢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现在高中能不能毕业 还两个说着呢 过来看看你的作业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对的吗 我有时间了 我一定要去找你爸你妈 好好聊聊这个事 赶紧走吧 monsieur老师 你怎么可以带来 你怎么可能带来 你不要带来 走路 跑路 轩小夕 来 坐我这儿吧 你这条复制线画错了 后面有答案 我自己看 这条提的答案是略引 那我自己想 陈小夕 你没事吧 是老师把你骂惨了吗 还是逼我你喜欢谁了 什么喜欢谁 没有的事 没有吗 你不学习了吗 陈小夕怎么了 我带你过去 你车呢 我带你过去 还没找着呢 不知道丢哪儿了 你干吗 拆死我啊 不用啊 我家里还有备用呢 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你有事你就告诉我 你可是我大哥 谁欺负你我就揍他 行啊 你赶紧回去吧 知道了 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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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我就十块钱 你哄谁呢你 就这么点钱 够 够你吃成这样 李静小保佑我啊 住手 你比人家大两个齿称 你好意思躲在人家后面 你不嫌丢脸啊你 你今天真丢脸 亲个人是不是 那别人不会难过 一天到晚对你那么好 你不理情 还说别人丢脸 喜欢一个人有什么丢脸的 再说了 人脸大随便丢 那不是找你说吗 赵回家自言不行啊 小夕 我们不是这种关系 而且 我脸大 你也不用说出来 少废话啊 你把钱 钱拿着 这打劫打到我头上来是不是 亏你们还是倒上混的呢 不知道这是谁地盘啊 谁的 我老大 江晨 大哥 我咋觉得不对劲呢 这丫头骗子 后头有人呢 不行再撤 你看他打电话呢 牛总 牛上学你小心点 小心 好 哥哥 你可笑回来了 妈 都对你半天了 江晨回来了 让妈妈看看 我怎么觉得你又长歌了 真是越来越帅了 调职的事办妥了 所以我们就赶紧回来了 快收拾收拾 吃饭了 都是外边买的菜 我再热一下 快 坐下 快去 坐下吃饭 你怎么回事 哥哥还没动筷子 你怎么自己就先动了 吃吧 吃吧 开动 忘了上次吃西亚多进医院的事了 就是一点点 不要吃 给哥哥吃 你现在啊 学习任务重 身体的营养要跟得上 我听说这次又考第一了 真棒 你听见没有 哥哥又考第一了 你要好好向哥哥学 听见没 嗯 妈妈 我想喝点牛奶 吃饭喝什么牛奶啊 牛奶喝饱了怎么吃饭 晓晨 我给你倒杯牛奶啊 营养是很重要的 牛奶的营养 对 妈妈 您忘记哥哥喝牛奶过敏吗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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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吗 你干吗 小夕啊 学习啊 四十八分啊 爸跟你说个事啊 爸 是这样啊 你们班主任今天下午呢 又打电话给我了 我跟你妈呢 商量了一下 觉得你们这个学校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一天到晚的都是活动 爸呢想跟你联系一个 严格一点的学校 咱们转学好不好 爸 我不想转学 你看你这孩子 你看看你考的 考的就是什么分数啊你 你们老师说了啊 你现在这个分数啊 只有你们全班 第一名的一个分数的零头 丢不丢人呢你 怎么回事啊 刚才说好的好好说 怎么又张开啊 坐坐坐 宝贝 爸爸妈妈呢 觉得你还是可以的 就是你的自治能力 有点差 咱们市附近呢 有一个寄宿高中 比陈锡中学的管理要严一些 我跟你爸呢 都觉得蛮适合你的 爸爸妈妈没有想逼你 当初我们进陈锡中学 也费了好大的劲 可这一年过去 你的成绩是越来越下滑了 那边的学校呢 我跟你爸呢也去考察过了 生一本的这个升学率呢 占百分之三十呢 你再好好地辛苦努力到两年 咱考一个好的大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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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